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步步高升的机会 还有更多大财来到 可以轻松快乐 转不停 殊荣的人 他们是一个自身带着财富的人 属于真正富贵的生肖 但是早前几年 龙龙们的日子过得特别辛苦 大多数时间都是很疲劳的 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这样的生活也不会持续太久 更不会让大家一直都倒霉 接下来的半年 龙龙们的状态很不错 这是非常难得的运势 希望大家去努力吧 个人的财富多了 财运会越来越好 开开心心转不停 有了钱 很多烦恼就消失不见 有了钱 就有了额底气 不会变得那么软弱 有了钱 就有了安全感 是不是可以放心去做更大的事情 属羊的人 在上半年中 羊儿们的日子过得很辛苦 也特别劳累 想赚钱却赚不到 每个月都会想想 为什么自己的日子这么辛苦 缺钱不说 还会遇到很多磕磕绊绊的事情 在工作这 羊儿们的心情不好 状态也不会太好 好在到了下半年 羊儿们得到了升职加薪的机会 使得个人有了自信 状态大大提升 这段时间 羊儿们不会错过很多机会 更不会是违离不振的样子 从现在开始 努力去甩掉梅运吧 会得到更多的富贵 属猪的人 猪猪们的运势还不错 到了九年之后 猪猪们与太岁关系很好 使得事业和财运都能顺顺利利进行 尤其是下半年里 猪猪们的一切运势都开始上涨 想求财就能得到多多的红包 想富贵 就能万事如意 上半年错过了一些商机 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 等到进入下半年 大家会发现 一切都进行得特别顺利 也会成为大富大贵的人 没有金钱方面的烦恼 一切都会顺利很多 属鼠的人 他们做事会仔细考虑 尽可能想得周全一些 在下半年里 属鼠们被领导器中了 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任务 可以非常顺利 再加上龙德星的帮助 大家就能遇到更大的机遇 未来会掌握大权 财运事业都丰收 这样才能获得滚滚而来的财富 ік 热钱特别多的索包 坐下 费能力 尽可能迟过西 af早上 dib仞作戴 돌아 fotos